本视频将演示 如何正确地为NEC-NC系列数字投影仪进行光源校准 在此之前请参考投影仪的推荐程序安装替换光源 重新安装后门并锁定 打开投影仪电源和光源电源 按住钥匙锁Key Lock按钮 当按钮从红色变成白色时松开按钮 投影仪处于待机模式使用控制台登录 为刚刚安装的光源选定正确的型号 首先从菜单中选择配置 Configuration 在菜单选项上滚动到安装installation 然后选择进入Enter 在菜单选项上滚动到新灯泡New bulb 然后选择进入Enter 在光源列表上滚动到正确的型号 然后选择进入Enter 确保空气过滤器已经更换完毕 控制台会显示一条信息 询问是否重置光源使用时间 选择OK 选择菜单Manual返回主屏幕 然后按住电源Power按钮 当按钮从白色变成绿色时松开按钮 控制台显示请稍后 Please wait a moment 字样 最后按住光源Lamp按钮 当按钮从白色变成绿色时松开按钮 投影仪光源亮起 投影仪启动后等待五分钟以上 让光源预热 使用十字螺丝刀卸下后检修板 使用控制台登录 在菜单中选择配置Configuration 安装Installation 和灯泡校准 Bulb Alignment 使用5毫米六角扳手 调整X轴直到流明读数达到最大 当X轴调整过最佳位置后 流明读数将会下降 可前后小幅调整旋钮 达到最大流明输出 使用同样的方法调整Y轴和Z轴 调整至最大灯光水平后 重新安装后检修板 并从控制台上注销 校准完毕 现在可以开始放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泽